大家好,我是韋太,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教大家煮一个菠菜白粉意大利饭 首先看看材料,好吗? 材料有龙汤煲,这是鸡汤味的 有意大利米,黄葱,菠菜,有些白粉,有些牛油,有些芝士 现在教大家煮一个鸡汤 韋太很喜欢小龙汤煲 因为它方便,并不会太重 而且很容易调节 现在我煮了700毫升的粉水 再加一粒的龙汤煲 煮了意大利饭的时候,用一个稳定的鸡汤煲 现在煮了这个汤,由得它继续煲 我们现在准备炒意大利饭 烧热后,用150g的意大利米 把一半的鸡汤倒进去 先倒入鸡汤 要不停搅拌,不然要黏底 好了,五分钟后了,看看煮成如何 先拌均匀 然后,将刚才的鸡汤分两至三次 再慢慢加入 煮成一个鸡汤 再加一个盖子 再煮完小火 再烧五至十分钟 再分两至三次,将鸡汤加入鸡汤 意大利米煮至差不多 已吸入了水分 吸入七色八色 将牛油加进去 刚才的菠菜 把洋葱和白粉放入芝士 再拌均匀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煮的意大利饭 希望大家喜欢 最重要是煮意大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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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几次煮大火煮起 再煮一煮 饭就愿意大利饭 大家记得支持为大家 多谢大家